hello 大家好 我是喜冲 首先我跟大家讲一句抱歉啊 等下你会听到很多诈音啊 然后是个诈音啊 因为我的店啊 隔壁啊 最近刚来一个pizza heart啊 要来开店了 现在在装修非常的吵啊 但是我现在用着麦克风讲话 应该你们很听得清楚 我在讲什么吧 ok 好 说进入主题了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个新闻呢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新闻 这新闻呢 就是我们的马来西亚人的生育率刚刚啊 公布罢了啊 五十年来最低的生育率啊 啊 这个全世界的趋势都是如此啦 生育率是越来越低越来越低啦 马来西亚也是这样啊啊 低到什么程度呢啊 华人是最低的 华人低到什么情况呢 就是呢 平均每一个华人妇女从15岁到49岁 华人妇女啊 她们生多少个孩子 你猜一下啊 一个华人妇女 从15岁到49岁 平均每一个妇女生多少个孩子 在这段时间里面啊 0.82孩子啊 这个其实是有一点糟糕啦 这个情况啊 你想一下啊 ok 你要生还是你一定是一对夫妻嘛 两个人到最后生出来平均0.8个人 有1.2不见掉了啊 这就是华人的生育率啊 ok 我们现在看到了华人生育率 我们去看一下马来人的生育率是多少啊 我在报纸的内容里面 我没有看到 马来人整体的生育率 但是他有说 如果论州属的话 最高的生育率去到哪里啊 州属最高的生育率呢啊 是回家党那几个州 吉兰丹跟丁家如是最高的啊 然后第三是彭亨州 然后最高的吉兰丹州呢啊 是2.9个人 哎 这个数据我看到我是吓到一下 哎 蛮少的哦啊 因为我们平时的既定印象是呢 啊 像既然丹丁家如那些马来人最多的地方 最极端最保守的地方 如果是平均一个马来妇女生十个八个啊 这个是我们的既定印象 是不是啊 但是现在数据出来了啊 既然丹最高的已经是全国最高的了啊 然后呢 平均一个妇女的只生2.9个啊 我们算了三个了啊 ok 我们本来以为是十个八个的结果是三个罢了啊 所以呢 真的全马来西亚的生育率呢 都在下跌着啊 华人是下跌到最够率 其实马来人也在下跌 我们以为马来人会很高 但是其实最高那个也只是2.9个啊 但是啊 有点相当有趣的就是呢 生育率最高的啊 就是最乡村的地方啊 既然丹丁家如 还有康康啊 然后西海岸呢 这些城市的地方啊 全部生育率都很低 即使是马来人生育率都是很低啊 ok so 这一个数据呢 不难让我们发现啊 这个啊 节育啊啊 还有这个家庭计划啊啊 肯定在乡村的地方就比较落后一点 在西海岸城市地方呢啊 就比较先进一点啊啊 这是很直接的啊 的结果了啊 ok so 我现在说回来华人这一边啊啊 现在并不是说这个啊 华人啊 的人口流动了吗 对 平时我们说了 华人的人口减少啊 我们可以去赖 说哦 很多华人移民啊 很多华人移民去新加坡了 现在不是说人口流动的问题 现在是说生育率呢 好吧啊 就是说在马来西亚平均一对夫妻啊 可以生出来多少个孩子 0.8个孩子 所以 我们可以啊 把那个啊 华人移民的那个数据啊 我们可以暂时盖住不看啊 跟那个数据没有关系 现在纯粹是说马来西亚 华人本身的生育率啊 ok 其实呢 以2023年的今天来说呢 好 我们其实很清楚啦 现在华人的生育率低呢 是一个很明显的东西啊啊 不要说马来西亚啦 老实说啦 现在台湾 日本 韩国啊 这少子化的问题非常严重 其实新加坡也是严重 只是新加坡 它从外国 import 能够进来吧 它import了很多中国人过来吧 啊 新加坡本土人也是少子化的啊 你会发现到越先进一个国家 那个少子化的问题也是严重啊 啊 其实中国现在也开始严重了啊 我们以前认知的中国是啊 80 90年代的时候啦 中国是很严格的执行的啊 一胎子 就是一对夫妻只可以生一个 不可以多生多生的话 要罚款滴滴滴滴滴滴 之类的 现在啊 完全倒反过来 现在中国政府求他们的人民生啊 他们人民不要生啊 OK啦 其实这个可以讲是一个全球的现象 尤其是在华人的圈子啊 啊 华人啊 不只是马来西亚 还有台湾 新加坡 香港 而且都是少子化的问题啦 给少子化的问题呢 啊 啊 啊 我不讲太远啊 我先讲马来西亚就好了 马来西亚的华人社会 为什么现在会越来越少生 其实答案很明显的嘛 就是啊 现在2023年这个时代呢 啊 首先 以前啊 我们那种传统的思想就是啊 不孝友善 无后为大 啊 没有人去管这一条了啦 啊 啊 现在的年轻人还跟你讲传统接代 啊 哈哈 啊 啊 所以 现在年轻人呢 主要是享乐主义啊 啊 老实说啦 你如果是带着一个孩子的话呢 啊 啊 你人生的享受会少得很多 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啦 啊 啊 但是 看你个人对你这个一生人的要求是什么 如果你还真的是希望有个孩子 啊 看着他长大 啊 啊 啊 这样的话 你就会 啊 必须要付出这一份义务 付出这一份使命感 责任感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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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事实啦 啊 啊 首先 第一个 啊 原因就是这个 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会跟你这么执着于传统接代啊 啊 还会更加注重一个人的享乐主义啊 这是第一点 然后 然后 还有一个第二点 就是啊 其实现在呢 不结婚的人是越来越多了 啊 啊 为什么不结婚的人越来越多呢 啊 啊 基本上呢 就是 我要怎样说呢 啊 啊 现在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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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很笼统的概念 就是很多男的经济条件不好 外在条件也不好 然后女的看不上男的 就是这样的情况 就导致了双方的嫁娶就变底了 所以到最后很多人都单身 你不会结婚的话 你自然就不会生孩子 就是这个原因 可能有时候是男的嫌女的 有时候是女的嫌男的 就是互相嫌来嫌去 但是我看到的情况绝大多数是 男的娶不到老婆 而不是女的嫌不到人 可能两边都有了 但是我觉得是男的 娶不到老婆的几率比较高一点 这也是第二个原因 然后OK现在来讲第三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就是 这个原因是很多人都很认同 就是现在大家的生活压力太过大了 因为我们的生活成本越来越高 你如果你是一个单身贵族的话 你的所有的生活开销 就是你一个人罢了 甚至你在外面做工 你都不用买屋子什么 你租一间房间就行了 但是如果你是拖家带口的话 你没有办法 你怎样你都要租一间屋子 或者是买一间屋子 当然是这个屋子的开销 就已经可以去到你半薪水了 再加上一家至少三口人四口人 这么多张嘴巴在吃饭 他们的衣食住行吃喝完的那些 全部加下来勾力了 这个生活成本是越来越高 很简单的 你想一下 以前在我们公公婆婆的年代 一对很穷的夫妇 可以养十多个孩子 但是我们现在 一对夫妇要养一个孩子都很困难 是不是 那时候的生活成本 跟现在的生活成本 不能够相比 除了生活成本是一个问题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以前的人要求没有这么高 以前的人 基本上我们都说是天生天养 孩子未必全部有受教育的 而且孩子的完全 就是我给你不会饿死就可以了 你只要可以自己快高长大就可以了 那时候的父母对孩子 所付出的东西可能就是这样 这也是他们能力所能付出的东西 但是现在的孩子呢 你不能这样哦 你不可能说 哎 只要我孩子不饿死就不可以了 没有我 你孩子呢 你小小的 啊 你要给他吃什么最好的奶粉 啊 你要给他买 啊 好好的衣服 啊 玩具 啊 然后你要给他上财一般 还要给他补席啊 这些比利巴拉之类啊 小孩子用费啊 分分钟啊 比两个夫妇用费还要多了哦 哈哈 这是事实哦 啊 所以我讲的这些因素呢 全部加起来呢 就会导致啊 华人 不愿多生孩子 其实这个问题已经不只是华人了 我刚才都已经跟你讲了 连 买人最多的 丁加龙既然单 平均也是生2.9个2.8个啊 不超过3个啊 这个数据我蛮吓到的 我以为他们至少还有3个8个结果只有2.9个 所以呢 其实我们不难看那个结论就是呢 这个情况呢 如果再持续多一个二三十年的话呢 可能那时候呢 买人跟华人的这个人口的距离不会距离太远啊 之前距离太远是因为我们华人是很少他们是很多 但是现在你看他们也开始生少了当然我们华人也是生少了啊 这个拉开距离的速度会越来越来越来越慢 我看到的是这样了啊 你看啊 我们现在生0.8个 他们生2.9个 可能10一点我们生0.7个 可能10点他变成生2.5个啊 那慢慢的慢慢的向后退向后退啊 OK so 总的来说啦 啊 我刚才讲的那些因素我没有必要再重复了啊 如果华人呢 要生意力提高的话呢 你如果不解决我刚才说那些因素的话 也是没有办法逼人家提高啊 这是事实啊 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个就是大家的经济条件必须要变好啊 你只要经济条件变好的话 所有问题都可以解决啊 你经济条件变好的话 我刚才说的生活成本问题解决了 OK 然后孩子培养的成本解决了 OK 然后呢啊 男人呢 要娶老婆的本钱也多了 啊 OK 啊 啊 so 啊 最后一个就是那个我刚才说的啊 享乐主义的问题啊 传宗接待的问题 就是如果你有钱的话啊 啊 有钱到非常够利 甚至可以请你余用什么的话啊 那个也可以解决了啊啊 但是那个是比较远一点的东西啊 OK 好 最后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